12月26日 全长915公里的新陈坤铁路实现了全线贯动运营 成都至西昌 潘之花 昆明旅行时间大幅压缩 最快分别3小时 5小时 7.5小时可达 据悉 新陈坤铁路起自成都南站 沿途经过四川省成都市 梅山市 乐山市 梁山遗族自治州 潘之花市 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 昆明市 中至昆明站 为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 设计时速160公里 上午8时05分 有着绿巨人之称的CRH200街复兴号驶出成都火山南站 从乘车体验来说 新陈坤铁路线上 沿途的隧道路段较多 普通列车进入隧道后会产生的耳鸣 记者在体验时并未感受到 行驶也较为平稳 我是从重庆过来的 去西昌是最香 跟火盆商好 因为我八年前去过西昌 然后就想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这手搭铁车 刚好有假期就过来了 一直都期盼着就开 就很期待 本来我只可以提前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一直等到今天 然后买到了第一趟高铁票 然后坐上趟回家 当列车穿行在高山低谷之间 和记者心情一样激动的还有沙马无且 作为西昌机务段 铁骑先锋车队 动车副司机 沙马无且是梁山本地人 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把动车开进家乡 今天他圆梦了 一种是激动吧 还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满足感吧 因为做到了 还有一种只好就是 这是一份荣誉 代表我们大梁山 把这个手上手发那个动车开出来 还是有很大份荣誉 然后就是感谢我的单位吧 是单位提供的机会和培养才成就了现在的我 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认认真真执承了每一趟执承任务 然后安全正点的把旅客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就好了 作为铁三代 成都客运段 启动二队列车长李卓然从慢火车走上了复兴号 他向记者表示 曾经小慢车相当于大梁山的一个经济纽带 但速度慢 环境较差 我从小慢车转到这个复兴号这个动车组上面来的时候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车长的一个自身的素质要必须要提高 然后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服务技巧和服务理念上面在不断的变化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成坑二线开通了以后 这个时速从以前的几十公里一下提高到了每小时160公里 大概三小时的路程就能从西昌直达成都 这个是我对速度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发展的在我们这个跨越式发展的里边确实走得比较快 据了解 为迎接新陈坤铁路复兴号动车组开行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此前从中国中车唐山公司 迎接回来新型CR200街复兴号动车组6组 并将全部用于新陈坤铁路的开行 为做好新配属CR200街新型复兴号动车组头用钱检修工作 成都车辆段双流运用车间还组织了动车医生对他进行严格体检 成都车辆段双流运用车间党支部书记杜言清告诉记者 新型CR200街复兴号动车组到双流运用车间后 安排地勤机械室进行第一休作业 作业时长精准卡控在四个小时 我们做了这么多一切的工作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让动车组以最佳的状态 为旅客提供最舒适最安全的乘坐体验 接下来我们成都车辆段我们还要深化我们成都车辆段特色 就成都车辆段特色的复兴号一起向未来文化理念 我们深入了那个推进复兴号品牌建设 强化车辆的精简吸修 那个保障CR200街动车组安全的驰骋在成坤新线 以及各条铁路线上 为旅客贴持增强他们乘坐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中铁二院新成坤铁路总设计师王维感慨万千 自2005年成坤铁路开始扩能工程 18年来王维一直参与新成坤铁路的设计与建设 他告诉记者新成坤铁路设计师 就有了从地形地质选线转变为减灾选线的创新思路 展现了中国铁路规划设计的自主创新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措施以碎带路 以碎带交 快速通过沿河段的不良地质发育区 那么在旧线展现的段落 我们通过提前抬升线路 以高吨大跨的桥梁 在服以长大隧道来避免展现 缩短线路长度 那么在一些越岭地段 我们通过长大隧道和越岭隧道 对线路进行大幅度的拆完取值 进一步的缩短线路 那么通过以上的措施 整个扩能工程 线路长度是860公里 那么相较于机有限1096公里 缩短线路长度将近是236公里 据悉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新成坤铁路旅客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客运端根据新成坤铁路运输实际 线路特点 客流分布等情况 精挑细选出一批业务优 形象好 气质家的乘务员 成立汉语 英语 乙语 三语成务组 满足不同旅客需求